在国家统计局刚刚公布的经济数据中 宏观经济形势仍然是大家关注的交换 公司今天没有继续走出反弹行情 很多投资者都在实际上 国际优价开始回落 地产报告显示 很多地产企业的资金内已经相当多 在中三角地区 其中一部份中小企业 正在想办法解决他们遇到的困难 在今年的CGP0经济年度人物评选当中 中国创造仍然是最重要的 大家好 欢迎收看经济办小时 今天我们继续来揭开 推进文化产业发展的商业密码 在许多演出团体票房不景气 生存举步维艰的今天 杭州一台由民营企业投资的 大型歌舞表演却连演了十多年 仍然是长胜不衰 据说这台歌舞秀至今 已经接待观众2000多万人次 是目前世界上年演出场次 最多和观众接待量最大的剧场演出 究竟是怎样的一场表演 会有这么大的吸引力呢 我们来看看记者的调查 8月下旬 我们的记者来到了杭州市的宋城景区 走进大门 一幅大型广告牌就立在眼前 世界三大歌舞秀 每年220万海内外游客争相观看 从广告宣传上看 这场名为宋城千古琴的歌舞演出 似乎很有诱惑力 那么这场演出 真的有广告上说的那么传神吗 因为距离演出 还有一个小时的时间 入口大厅有不少游客 在这里休息等候 借着决定做一个随机采访 这位小男孩的母亲 这样告诉记者 谈到这里的演出 这位游客显得非常激动 他告诉记者 他今天不仅带来了家人 还带了十多个朋友来一起看 你没看过 你没看过你一遍看 我今天把我一帮朋友 十几个朋友带过来看 是吧 这都是你的朋友 都是我的朋友 你看过吗 我没看过 他都没看过 你期待吗 他怎么跟你说的 他说很好看 你相信吗 相信 他在期待 真的很好看 从哪过来的 南南 南南过来的 为什么 提前跑这来等着看 这位来自河南的游客 告诉记者 他们一家人 刚刚逛完了世博 顺便来杭州逛逛 对于这场演出 他们也非常期待 这究竟是怎样的一场演出 能够让游客如此期待呢 在征得同意后 记者决定 跟随着一家人 进场观看演出 演出开始前 记者看到 这个能够容纳 三千人的剧场 大部分已经坐满了人 据记者目测 来观看这场演出的观众 至少有两千五百人 宋城千古琴大型歌舞演出 分为两主之光 宋公燕舞 金歌铁马 以及魅力杭州四幕 演出以杭州的历史典故 神话传说为主要元素 综合了歌舞杂技等艺术形式 并充分运用 声光电等现代舞台手段 场面风大 感觉怎么样 真的很好看 你觉得什么地方最大动 场面图子比较很古为 也很照亮 就是太短了一点 下次你还会过来看吗 有听门的话还会过来 不错 很好 你觉得是 方面比较红大 然后呢 你觉得最吸引人 最吸引人就是 把这个 杭州的历史 感谢的也非常好 记者随机采访了几个 刚刚看完演出的观众 棒 很棒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太精彩了 演得好 因为这个很美 因为这个很美 因为这个 一些表情 很好看的 很好看的 很好很好看的 一位来自美国的小伙子 对于这场演出 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他的中国艺 妻子还主动充当了我们的翻译 他说他觉得这个秀 简直是美妙绝伦的 因为有很多的杂技 有很多的 包括那个 两个女孩子玩那个 空中蜡烛的那个表演 以及其他的很多 关于历史的一些演说 比如说 岳飞的故事等等 他觉得 是一部历史的史诗 对这场名为 宋城千古情的 大型歌舞演出 几乎所有的观众 看完了之后 都竖起了大拇指 甚至呢 还有忠实的粉丝 一年看上七八遍 还不过瘾 在影视剧 占据文化消费主流的时代 出现这样一场 能让观众 如醉如痴的演出 确实显得 非同寻常 然而更让人惊讶的是 这场仅仅 一个小时的歌舞秀 他所创造的经济效益 不雅于一部 电影大片 据了解 宋城千古情 是由杭州宋城 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打造的一台 立体全景式大型歌舞 演出场地 就设在宋城景区之内 杭州宋城集团 董事长黄巧玲 也是宋城千古情的 总导演 他认为 这台歌舞 居所以能够赢得观众 最主要的 还是因为好看 从艺术水准来看 我们不是最高的 但是从可抗性 我看宋城千古情 应该来说 我们交出了一份 比较难以的答案 黄巧玲告诉记者 他们宋城古份旗下的宋城艺术团 已拥有自聘的专业的舞蹈杂技 模特演员400多位 成为目前国内最大的民营剧团 而宋城千古情 也已经成为宋城景区 乃至杭州最火爆的歌舞演出 今年上半年就有160万人 应该来说 今年可以突破300多万人看演出 这个什么概念呢 世界上一台演出 就是巴黎的红木坊 他自己网站上公布 说是60万人 那么也就是说 我们300万人 黄巧玲给记者算了一笔账 宋城千古情 每天下午2点到晚上10点 共演出5场 目前每场可容纳的观众是3000人 每天可容纳观众15000人 如果按照70%的上座率算 每天观看演出的人数是10500人 按每年演出300天 保守计算 今年的观众就已经超过了300万 火爆的观众客流也创造了惊人的经营收入 一台节目不包括旅行社的收入的话 我们超过三个多亿 毛利运有两个多亿 黄巧玲告诉记者 主题公园加文化演绎 是他们的主要经营模式 宋城景区呢 除了能够观看宋城千古情的大型歌舞舞台 大家可以看到 曾经作为南宋都城的杭州城的亭台楼阁 和市井民风 以及具有杭州本土风味的特色民俗表演 娱乐设施以及小吃等项目 既逛景区又看歌舞 既有门票收入 又给景区带来了消费收入 在景区里经营的各种各样商铺的店主 他也能够随着宋城股份 包括这台演出 这个公园的持续发展 也带来他的一个非常好的经济效益 宋城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执行总裁张显表示 如果按照一比七的带动效应来计算 每年观看宋城千古情歌舞的几百万游客 给宋城景区及周边带来的旅游消费收入 也十分可观 而今年的话 我们估计这个宋城景区的收入会达到三个亿 而这个周边能够围绕宋城 包括吃住行油 各方面加起来的 应该是在几十个亿左右 这么一个总的一个消费 宋城千古情成熟的运作模式 不仅赢得了丰厚的市场回报 也吸引了资本市场的眼光 2009年5月 浙江省东方星空文化基金 出资3000万元 成为宋城千古情的制作方 宋城旅游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 这样一位战略投资者的进入 又给宋城千古情带来了什么 一分钟广告之后 请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 前面我们看到 设在杭州宋城景区里的 宋城千古情歌舞演出 和旅游经济形成了良性互动 除了每年几个亿的直接票房收入 还间接带动了几十亿元的相关消费 这场精彩绝伦的演出 吸引了数以千万的观众 也吸引了战略投资者的眼光 一场从文艺舞台 向资本舞台的跨越 由此开始了 他有自己的品牌 同时他的人才 在资本用作上 也是很有他们的优势和长处 那么这些资本用作的 我们又确确是我们的短处 这种强强联合 我们准备打造他为 这个我们中国的第一演艺 就在演出市场当中 他是第一个上市 王一役是浙江日报集团总经理 同时也是东方星空文化基金的董事长 王一役毫不讳言 宋城千古情良好的效率和市场前景 正是他们选择和宋城合作的一个主要原因 这是他的业绩也很明显 完全市场化 一年365天 每天无场 演出常常爆满 据了解 东方星空文化基金 是在浙江省委宣传部的倡议下 由浙江日报报业集团牵头 联合中国烟草总公司 浙江省公司 和浙江省财务开发公司等 国有资本共同组建的 这是浙江省首之国有文化产业投资基金 也是我国第一个以传媒集团牵头组建的文化产业投资基金 目前 东方星空文化基金首期规模为2.5亿元 我想在浙江省肯定会起到一个很好的示范导向作用 就是我们的政府 是在倡导大家 决决的投入到文化产业当中来 2009年5月 大型歌舞宋城千古琴的投资方 杭州宋城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成为了东方星空文化基金成立后的首个股权投资企业 东方星空出资3000万元人民币 获得送成5%的股份 还是看重了它本身一个发展理念 跟我们一个战略思路的一种统一 它本身国有股东进来以后 对我们这种民营企业的 在自身治理结构上的一种完善 我觉得这些方面 是我们比资金本身会更看重的 它也希望能够引进一些文化产业的战略投资者 共同去做好 以杭州的宋城杭州日元起步 做一个进一步发展 成为一个全国的真正的旅游演艺市场的龙头企业 蒋国欣是浙江日报集团副总经理 同时也是东方星空文化基金的总经理 蒋国欣告诉记者 从去年5月5日 东方星空文化基金成立至今 他们已经在影视网络教育等方面完成了七八个项目 一个亿的投资 而正是出于投资风险的考虑 他们首批投资的对象 大多是像宋城股份这样稳健性和成熟性比较好的企业 应该说坦率地讲这三千万 也许对宋城股份来说 并不算一笔什么太大的数字 但是在当时这个背景下面 尤其是金融危机的阴影 还没过去的时候 我相信 就是大家应该说有这么一种抱贪取难 或者互相鼓舞支持的 这么一个精神价值所在 当然我们投入以后 对加快宋城走向资本市场 还是提供了一定的专业支持 也许是机缘巧合 东方星空成为宋城股份股东的当年 也就是2009年 宋城千古琴歌舞全年的观众人数 居然达到了历年最高的220万人 当年宋城千古琴还获得国家五个一工程奖 和舞蹈最高奖和花奖 而今年 宋城股份打算将他们的演艺产业 进一步向全国拓展 现在我们已经在杭州的第二台节目 我们也要出来了 可能这一台节目会比这一台更加饱满 同时我们在三亚和全国的几个地方 我们已经铺开了 很快以千古琴的这种系列的演出 要有几个会开业 在东方星空进入之前 宋城千古琴的演出 虽然取得了艺术上和商业上的成功 但他的票房号召力还仅限于宋城景区之内 随着这位战略投资者打开资本市场大门 这台演出的竞争力又上升了一个数量级 实际上国内演出市场上 像这种从民间走出来的成功范例还有很多 我们再来看看其中的两个 记者来到前门东路的刘老歌儿大舞台的时候 正好赶上正式演出前的热场活动 所有的演员们在门前的空地上集中表演半小时 完全东北风格的歌舞吸引了很多人驻足为观 第三层外三层十分热闹 记者了解到 刘老歌儿大舞台每晚的收入将近二十万 而赵本山在全国共有九个剧场 每晚都在演出 这个数字算起来也十分可观了 除了能跟师傅走上那个舞台 能够到见见世面 除了在剧场演出 赵本山也通过自己在影视界和电视圈的地位 为旗下弟子提供了更多机会 在乡村爱情 刘老歌儿 马大帅等热播电视剧中 饰演不同角色提高知名度 进而提升身价 除此之外 赵本山的持续推广做大了二人传产业 打造出一条二人传演出产业链的本山传媒 也成为二人传热潮的最大受益者 其2008年仅演出收入就接近一亿元 这使得赵本山在演艺明星竞争的鸿海之外 开辟出演艺产业经营的蓝海 成功转型为文化商人 这是我的梦想 我带着一个淳朴的东西人的梦想 不仅仅是一门艺术进行 山里的天气多变 就在我们拍摄的过程中还下起了雨 但印象丽江的演员们显然已经适应了各种天气 演出照常进行 而观众们穿着雨衣看得津津有味 吸引你过来看这个演出的原因是什么 主要事情是我们张老岛的 在印象刘三姐之后 至今的五年间 包括印象丽江 印象西湖 印象海南岛在内的三部作品相继推出 与旅游相结合的印象系列大型山水实景演出 成为张艺谋品牌下的又一主要产品 当它好了以后 水到渠成的出现了一个方向 出现了一个经济的脉络 五年间虽然也出现过一些评论 认为印象系列是克隆的视觉盛宴 过于上野化 但这并不妨碍越来越多的观众 走进印象实景演出的剧场 目前每天都有超过一万名观众 在观看印象系列作品 保守计算 票房也在二百万元左右 在这种示范效应下 找上门来的地方政府和企业 络绎不绝 不会继续做下去 这个之所以它很成功 它能延续 它有最大的一个市场 就是中国的旅游市场 就是像印象这个项目是 基本它是依附在旅游产业的链条上的话 应该说它是有相当长长远的生命力的 和我们刚才看到的赵本山的刘老根大舞台 张一谋的印象系列比起来 宋城千古琴没有名演员 也没有名导演 可是他却连续上演了13年 依然保持了很高的上座率 观众热情不减 宋城千古琴到底还有哪些秘诀 把自己打造成一块金字招牌呢 一起来看看 宋城千古琴的总导演黄巧琳告诉记者 将文化与旅游有机结合 是宋城千古琴的最初创意 现在也是最大的卖点 它必须是要有走市场化的道路 如果你不走市场化的道路 你这个节目最好 也是演不长久的 方巧琳认为 在国内演出市场并不十分景气的情况下 他们的这场歌舞之所以能够十多年时间长盛不拽 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他们把准的市场脉搏 人民群众对文化的需求是非常旺盛的 关键是我们的文艺工作者 包括我们这种草根式的文艺工作者 能不能够创造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 愿意不要做工作 都很情愿掏出他的人民币 给你投票的 这样的一个作品 想让观众投出一张满意票并非一事 据了解在十三年前 宋城千古琴不过是宋城景区的一个附属露天演出项目 演员才几十人 游客量非常少 而且我们当时是露天的演出 这个一场大雨下来的时候 这个游客有些就会逃掉了 是吧 所以非常艰难 从2003年开始 宋城股份投入数千万元 把宋城千古琴从室外演出 转为室内立体全景式演出 使这台歌舞由原来的观光附属产品 提升为景区核心竞争力产品 并且通过声光电等高科技改造 使得舞台效果惯人一新 舞台大了 演出质量提高了 但是怎样才能让观众心甘情愿地走进巨场呢 宋城旅游股份有限公司的执行总裁张贤告诉记者 来宋城观看演出的游客 70%以上是各地的团体游客 另外20%都是散客 也就是说 他们主要的观众视频开拓 绝大部分都是来自与他们合作的旅行社 那么这些旅行社 为什么会愿意把游客带到宋城来呢 这个旅行社的数量 也就是从这么几百家逐步走上来的 那我想这个数量能够走到1500家 而且这个能够让这些旅行社 能够跟我们长期的保持稳定的一种关系 最主要的一个核心基础 我想少不了是千古今这台剧目本身的一个创作 跟它一个持续稳定的一种这个演出的质量 以及一种这个持续改变的一种创新能力 张贤告诉记者 他们首先采取的办法 是将旅行社的领导和导游 请到演出现场来观看 并让他们有一出建议 在演出得到他们认可之后 再谈下一步的合作 我们通过这种不断把他们邀请过来 然后由他们来理解这台演出 来主动 原来是一种被动的形式 变为一种主动的帮我们来宣传推广这台演出 和旅行社的合作使得宋城千古琴 在游客中的认知度越来越高 而来看过演出观众的口口相传 也让这场演出形成了良好的市场口碑 宋城提供好看的演出作品 旅行社为演出带来了源源不断的观众 旅行社在稳定的跟我们合作当中 也是取得了一个很好的经济效益 所以能够保持这种长期稳定的一种发展 据了解宋城千古琴从1997年至今 已经演出了1万场 接待中外观众2200多万人次 累计创收15亿多元 在宋城旅游股份有限公司执行总裁张玄看来 之所以能够将一台歌舞演出 做成一个市场效益不错的产业链 他们其实也没有什么秘诀 他认为关键还是这台歌舞本身的吸引力 市场推广不过是辅助的手段 只有让不同需求的观众都爱看 他们的演出才会有更大市场 就是说通过我这个核心竞争力 我可以持续的吸引大量的这个商务市场客人 以及我的旅行社的团队客人 以及一般来杭州旅行的一些散客的客人 能够持续到我这个这个公园来看这台演出 就在一些传统舞台艺术遭遇生存危机的时候 商业演出市场却是风生水起 不少地方都打造出一批有市场 有品牌 有竞争力的文化产品 纵观他们的成功之路 尽管优势各不相同 各有各的神通 但他们都从市场起步 先生存 后壮大 这种市场带来的文化发展动力 可能并不伟大 不过却天生强大 对这些民营资本来说 生存是排名第一的目标 往后退一步就是深渊 在这种压力下 他们只能想方设法从每一个表演环节设计上 抓住观众 满足观众的文化消费需求 并且不断延长商业表演的生命周期和价值链 把文化产品变成一棵能够不断繁衍生息的摇钱树 这些成功案例告诉我们 培育文化产业虽然没有温床 但却离不开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 好 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另外您也可以登录我们栏目的百度贴吧 进行互动讨论 或者您有什么好的线索和建议 可以发送至我们的栏目QQ83083 稍后请继续关注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 再见 请不吝点赞 interpretations